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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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会啊 我得找个方法 让田七这个太医病死在府中 然后 你以另外一个女子的身份 嫁给我 这样你就可以安心的 当你的杰帅夫人了 就算皇上将来知道了 他要责罚我的夫人齐君的话 也同样要责罚我 他并会考虑 我对这个国家的贡献 也就不会轻易责罚你了 小七 小七 我不知道我下一世 会不会遇见你 所以今生 我想把我最好的都给你 你可愿意嫁给我 我当然 我当然愿意 只是 只是 只是我入祭府 只是因为家仇 眼下最重要的事 是要找到陈乌庸 为我父母报仇 我只有做完这件事 我才能去考虑自己的事情 你可否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 我明白 我说过了 只要我们在一起 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 你有需要 我肯定会站在你这边 对了 你和陈乌庸 你和陈乌庸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和陈乌庸 你的爹娘 又是何人 我 这个 好 你不说 我也不会勉强的 当抓到陈乌庸 我会亲自把它交给你 让你了却家仇 当时候 你可就没有理由 不向我坦白了 母亲 儿子有件事想要问你 或许会有些冒犯 但请母亲一定要如实告知 郑儿 我们母子之间 向来是无话不谈的 我来是想问您 当年 可是您下令让我生母 在你面前自尽的 自是